台積電幫美軍量身締造先進晶片 這一直都是大家都知道 但是這可以講可以做 不可以說的秘密 可是按照紐約時報就特別點出來說 現在台積電居然怎麼講 我生產的最新晶晶片 Intel你根本跟不上 而且你現在更重要是什麼 你不要說我今天給你補助之後 你廠房設散 設了以後你沒有辦法生產 幫他來養蚊子 這就難看了 而且把台積電幫美軍製造先進晶片 全部都拿了出來 為什麼 因為你說這個是跟Intel的最後一理路 這是一個最後的決戰 現在如果台積電真的 可以拿到美國政府的補助 而這個政府的補助沒有給Intel的話 Intel在未來就真的沒有任何可能 去跟台積電競爭 當你沒有去任何可能跟台積電競爭的時候 台積電不是第一 而是唯一了 而且很多人都質疑台積電 去亞利桑那州設廠說幾年前 幾年內都不會賺錢 這不是個商業行為 但是這個本來就不是商業行為 抱歉 台積電想的是什麼 現在就有點像是1949年 要準備渡江的共產黨 不可孤名學霸王 絕對要渡過江去殲滅Intel 所以我覺得要指導他的核心 就是在美國殲滅Intel 這才是唯一的政道 所以他學毛澤東 宜江慎勇追窮寇 對 不可孤名學霸王 對 我就是要進去你那個地方 把你指導黃榮 為什麼這樣講 我就講嘛 其實幾年前美國就已經在商考 所謂的晶片法案 他們要扶植美國本身的晶片業者 好 那台積電很簡單 我不去的話 請問美國會把這些經費都給誰 一定給Intel 這經費有多少 520億元左右的這個晶片補助 還有240億元左右的稅收潛美 這加起來約莫是760億美金 這麼多錢你灌到Intel去 當時2018年 Intel已經開始遙遙欲墜的時候 我這時候不去見面你 我等到什麼時候 等到你拿了700多億之後 我要怎麼打你 所以他一定要進去 那為什麼對台積電才說一定要進去 而且這就是牽扯到美國一個非常有意思的 晶片法案開始進行的時候 今天這個紐約時報就丟出一個文章 丟出文章說什麼 晶片製造商為了爭奪聯邦資金的份額 而變得殘酷無情 殘酷無情 為什麼大家都想要爭 760億的裡面來說 Intel要爭 然後在AMD也要爭 這個NVIDIA要爭 然後三星也要爭 然後包括美光也要爭 大家都要爭的時候 這裡面講到什麼 因為Intel一直不斷的遊說官員 他要爭取美國政府提供北台積電 等外國競爭對手更高的這個補貼 那台積電這個Intel花了多少錢 他們遊說在去年一共花了5900萬美金 那還有2021年是4600萬 2020年是3600萬 越來越多 台積電根本就沒有花不到一兩百萬美金 所以那遊說上面 他一定是跟美國政府關係最好嘛 而且紐約時報是用割喉蛋來形容 也就是現在整個Intel 你知道嗎 你製造不行 可是你遊說非常強 而且你不斷遊說 不斷去詆毀台積電說 你這些外國的競爭對手 你給他們補助的話 你只是什麼 等於說是支出你的對手 因為這些智慧財產權 不會留在美國 會外洩給別人 Intel一直講什麼 政府要追究了 政府究竟要將多少納稅人錢 補貼總部在海外的業者 總部在海外 認為美國創新的智慧財產權可能外洩 然後他說我們的智慧財產權就在這裡 不容小規 我們就是美國的冠軍 所以他一直在講是這樣 結果沒想到台積電就不同意 台積電就出來 就不管是怎麼講 他就講了四個點 他說台積電生產的最先進的晶片 Intel要跟上 有難度 不可能 第二個 超維也支持我們 我就講這個非常有意思 為什麼 因為Intel的競爭對手就是超維公司 超維當然不想讓Intel拿到錢 還有一個NV 我覺得接下來也可能會跳出來 因為他也是他的競爭對手 他是所有人的競爭對手 所以Intel 為什麼我一定要到美國去 抱歉 因為美國的計畫就是 你要在美國設廠才能夠有美國的補助 好 我去了之後 這個AMD跟Intel才會站在我這邊 因為他們一定會反 AMD跟這個NV一定會站在我這邊 因為他們一定不想讓季辛格拿到太多錢嘛 所以 今天台積電去美國設廠是跟Intel的鬥爭 當然 好 那他還講 超維也不相信Intel能夠滿足他的需求 所以我不相信 然後他還講台積電為這個 這個美軍製造先進的這個晶片 他連這個都講了 另外還說什麼 Intel我學會拿錢建廠後 確認廠房閒置 因為他們市占率很低 根本沒有人會用嘛 所以等於說 AMD還都同意喔 他的說法 AMD全部都同意 他還另外報導 AMD對某些未具名的這個競爭對手 是否已經證明他們可以作為代工廠有效的營運 還有製造先進制表示擔憂喔 他直接就講Intel在這兩方面都舉步為間 所以他講的就是Intel 也就是你蓋的了廠你也做不出來 對 所以他現在台積電 第一個我直接出來批評你Intel 再來我有夥伴 AMD啦 NVIDIA全部站在我這邊 還有包括高通一大堆 他們跟Intel都是競爭對手 他全部都會批評Intel 所以Intel等於是他用這些力量來對美國政府施壓 好你給Intel沒有關係啊 問題是這些廠商都認為Intel 你給他錢是打水漂嘛 所以難怪紐約時報講說 現在這些晶片廠商為了要爭取聯邦的這些補助 對 已經進入到了一個歌喉戰 所以這就很有意思喔 你就知道事實上你看 最近Intel講的話就很有意思 這個雷蒙多講的就很有意思 他說許多公司會對他們拿到的補貼數目 會感到這個失望 那補貼將主要取決於獲得計畫者 與美國政府國家安全目標 契合的程度喔 他不一定說是美國喔 他說這項利法 不是總部在美國的公司 對 他說這項利法不是為了某些公司在周期性的這個 就是他沒錢說我提供他補貼 也不是幫助某些企業能夠提高在美國的利潤力 其實我們在回報是我們國家安全的實驗 所以他未必是說一定是美國的公司喔 那這不就講給Intel聽嗎 所以我這個補助不是讓你在周期性衰退 掙扎求生提供補貼 我也不是讓你提供美國的這個利潤 我們是為了美國的國家安全 對 他講有三個目標 一個要形成半導體聚落 我跟你講 你要半導體聚落的話 請問誰能夠做得到 台積電能夠做得到 第二個他說我要先進的封裝技術 請問誰能做得到 台積電能夠做到 所以等於是台積電已經幾乎滿足了所有的條件 現在最後一腳就是我需要朋友來跟我站起來反對Intel 拿到最大的份額 一旦Intel拿得少的話 台積電就是大賺的一個情形嘛 而且不是我們這樣子推測 也不是我們這樣子在描述 剛剛講連經濟學人 經濟學人這一篇也特別提到了台積電 他講說在這個糟糕的環境裡面 他做好了一個最好的地緣政治的遊戲 那裡面提到一個 他在美國如果我可以擊敗Intel 他將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先進的晶片 所以我只要把Intel打敗 打敗Intel之後 我就是美國公司 我就是美國現在在美國生產裡面 最先進的晶片了 很多東西在幫他造勢 連這個經濟學人都說 你看半導體之間的這個 他的顧問說什麼 台積電在晶片製造領域遙遙領先 而其最先進的晶片將永遠供不應求 好那你美國要的國家安全 你要最先進的晶片 請問你要台積電還是要Intel 所以外行看熱道 內行看門道 其實就是我們這樣看到的 去算你的成本 去算你的這個所謂的利率 沒有 對於這個所謂的台積電 或是對張宗百合來講 這是一個對Intel來講 有你沒有我的戰爭 而且賺一兩百億 這個對台積電不重要 重點是我要殺死Intel 我就是杜江來殺你 所以這就是他 好狠喔 當然是這樣你看 盤金融就用這種方法 為什麼他當初要到中國大去 他也是要壓制中心 他為什麼要去美國 他也是要壓制美國的半導體 他去日本 他同時也是在壓制日本的半導體 因為技術最好的來了 你還要那些二三公司 你永遠那些廠商沒有發展的可能性 因為我們曾經講過 美國有一個特色 美國就是我在跑的時候 我只要碰到 聽到第二名的呼吸聲 我就把第二名幹掉 現在台積電更狠 一模一樣 我不要說聽到呼吸聲 我覺得你是第二名 我就要你幹掉了 所以你就知道 事實上台積電在做就是這件事情 好那為什麼我覺得英特爾真的完全敗了 你看英特爾你看 我跟你講英特爾才剛公佈 他的這個第四季 去年第四季的財報 非常非常爛 而且他在說什麼 今年可能是他第一次 三十年來的首度虧損 也就是說現在英特爾是在 最糟糕的時刻 所以為什麼雷蒙都會說 我們不是在為某些財政不好的 灌注錢 我們不是這樣喔 他要特別講證據就是這樣 而且英特爾準備還要大財源 所以很多人就說 台積電員工去的可以去英特爾 不好意思英特爾現在要大財源 你去了沒多久就被拆掉 所以不可能會發生的一件事 另外一個是什麼 我們在講這個全世界的驚人帶風 你發現到一個非常殘酷的事實 越來台積電的市占率沒有下滑 它反而是越來越高 從之前的五十六 去年底已經來到六十六十八 三星幾乎是沒什麼變動 聯電啊 Growth Founder中興全部下降 這裡面你沒有看到英特爾 因為英特爾從原本的一 現在降到零點級 幾乎是已經快要滅絕 所以你說美國你要靠它嗎 你如果靠它完全不合格 所以我才講 這個目前為止來說話 而且他說什麼 我要配息要減少 所以你知道現在整個英特爾 是搖搖欲墜的這個情形的時候 所以我才說為什麼 而且它很多設廠計畫都停了 所以為什麼現在才是台積電 盡面你的最好的機會 你看我們就講 在亞利桑那州的這個遺跡典禮裡面來說 你看王仁勳啊 這個AMD的這個蘇之鋒 還有庫克都去了 他們不約會統說什麼 他們就說我們很希望把最高階的晶片 在美國生產 請問那誰可能做得到 就是台積電做得到 那請問你美國要給這個晶片法案 你給連英特爾 英特爾做不出來 那你給他這個幹什麼 所以才講這個其實呢 整個鋪排裡面來說 我覺得最近呢 台積電已經開始慢慢懂得怎麼去玩這個 國際政治還有這些桿桿 怎麼敲開美國的大門 知道 現在台積電可以把英特爾甩開 關鍵就是AI時代的來臨 AI時代來臨 你要的晶片 都叫5奈米 7奈米 這剛好是英特爾的一個短板 甚至剛剛講的 它今天台積電的大軍 它合作對象 AMD NVIDIA 都因為所謂的AI時代的來臨 哇 它的產能大增了 對 這次的太雜誌真的很有趣 太雜誌 這次的太史太雜誌 竟然就是以ChairGPT為名來去做訪問 而且很有趣 它在這個封面上 老婆們帶我來看 它在封面上特別擺了這張圖 這張圖是什麼東西呢 是時代雜誌以一個記者的身份 去訪問ChairGPT 而ChairGPT給它的回應 所以很有趣 它在玩這樣噓 因為時代雜誌問ChairGPT說 我們的標題叫做 人工智能的軍備競賽 這改變一切 你覺得這標題怎麼樣 然後ChairGPT就回答說 我是個AI我不能有個人的思想 然後等等等等 所以蠻好玩的 可是我看時代雜誌這個訪問裡面 有講到一個重點 它說人工智慧已經達實用水準 這是關鍵中的關鍵 實用水準 實用水準 就是之前很多東西都是噱頭嘛 哇 哇 這是AI什麼的 我以前最近做什麼 我的電風扇是什麼 Fuzzy啊 模糊外 那根本就沒有什麼用 可是問題是 ChairGPT為什麼那麼可怕 時代雜誌下了 它可以達到實用水準 我真的跟我朋友 有專門去玩ChairGPT 玩過真的很誇張 很厲害嗎 很厲害 我朋友是開廣告公司的 他的公司是專業的廣告公司 而且是有大辦公司 然後接商業案子的 有一天他接到一個 寵物用品的案子 正常來說 他接到這個案子的時候 就這兩天的事情 正常接到這個案子的時候 就叫他們企劃去想啊 想名稱啊 想標題 想主標 他那天突發起想 我叫ChairGPT 還做會發生什麼事情 結果呢 他就跟他講 ChairGPT 我接到一個案子 案子的需求是寵物類 然後大概內容是等等等等 他的TA是什麼時候 告訴ChairGPT 他說ChairGPT 你可以幫我想一個品牌名稱嗎 很難 ChairGPT一秒鐘不到 給你十幾個選項 十幾個品牌名稱 讓你去選 然後呢 想完品牌名稱的時候說 那我們需要品牌主標 主標Nike叫Just Do It 對不對 這主標最難想 一般來說 很多文案在想主標的時候 想一天 寫了五個十個 都被打牆 對不對 排水ChairGPT照樣一秒 又想了十幾個主標 可怕在後頭 接下來我需要什麼 品牌論述跟品牌故事 ChairGPT你可以幫我想 品牌論述跟品牌故事嗎 一秒鐘寫了 他你也可以說 對一秒鐘寫了幾百個品牌論述跟品牌故事 哇這產品源自於什麼 他的理念是什麼 他的概念是什麼 他面對的群眾是什麼 未來可以改變什麼樣的使用習慣等等 幫你寫得滿滿的 我朋友以專業的角度來看 完全跟他的企劃寫得差不多 就是人類可以接受水準 更可怕下面在下面 他說那接下來我們要拍廣告 你可不可以試著生成一個 這個廣告的腳本給我 連腳本都幫你生出來 男主角女主角 裡面要怎麼講什麼話 旁白要說什麼 表達一點什麼 缺取率全部幫你生成完成 這不是很多人就沒工作了嗎 我跟你講快了 我朋友看完這件事 把他底下三個企劃叫過來 來來來來來 未來你們所有企劃 用ChairGPT不要用Google 他因為Google 你沒辦法給你東西 可是ChairGPT會了解你的需求 而且更可怕的事情是 你知道嗎 在寫廣告腳本的時候 寫完之後 你還可以去跟ChairGPT溝通說 我想要多一點感情 多一點人類跟毛小孩的互動 你這樣跟ChairGPT講 講完後ChairGPT 再生一個腳本給你 裡面就有多一點感情 多一點人類跟毛小孩的互動 這是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ChairGPT這件事情已經 它真的會讓一個老闆 有員工的感覺 所以可怕的是什麼東西 ChairGPT出來之後 你決定方向的人不會失業 你做事的人不會失業 不是他說他可怕在哪裡 他可以快速記憶 他可以快速收集資料 然後他還有非常強的邏輯 而且會學習啊 你會一直增加 像我剛剛講啊 這個腳本寫出來不夠感情 你就說那我想多一點 人跟主人跟寵物的互動 然後多點感情 他就再寫一個腳本 一樣一秒鐘不到 然後再寫一個腳本 裡面就有很多互動啊 等等等等 然後說可別再多一點家庭元素 再寫個腳本 爸爸 媽媽 爺爺 奶奶 全部加進來 那寫得好嗎 寫得好 就是以他的標準是過關的 足以拿到客戶面 決定說這是我們的提案的 這拿得出去的 拿得出手的啦 但是專業 所以可怕就可怕在這邊 所以狀況是這樣子 ChairGPT一出來 我們剛剛談了很多台積電 哪一位NVIDIA的這個什麼晶片訂單爆了 對 這才是問題 NVIDIA發財了 這兩個月NVIDIA市值監量增加多少錢 大概一算下市 兩千兩百億美金啦 市值增加兩千六兆多台幣 而且更可怕的事情是 他的股價二月二十三號一天就漲十四點二趴 問題是ChairGPT是微軟錯對不對 Google要迎面港上 Google也要再跟NVIDIA 再訂一萬顆晶片啦 而且重點是ChairGPT要更聰明啊 更快啊 速度更好 反應更快 所以這一萬顆只是基礎嘛 未來會變兩萬顆變三萬顆變四萬顆嘛 而且這個伺服器到處都要有嘛 因為現在都只在美國嘛 我們到時候去像Google一樣啊 Google變世界人口都有 是不是有在台灣蓋伺服器 在中國蓋 各地都要蓋啊 所以這東西變分散式運算嘛 全部都要有嘛 所以它未來商機是無限的嘛 所以現在來講啊 微軟跟Google 未來要拼這個ChairGPT 說現在的成本要乘以十倍 才能夠達到未來ChairGPT的要求 那你資本支出要乘以十倍啊 資本支出跟誰買 跟NVIDIA 跟台積電買 跟NVIDIA買啊 那NVIDIA跟誰下單 跟台積電下單嘛 所以這很可怕的 讓軟體業的資本支出增加十倍嘛 所以這個未來 真的整個GDP會不可限量 最後給大家一個數據 大家不要擔心 人類會被ChairGPT取代 這個太雜誌裡面有特別統計 2030年 AI會讓人類的GDP 世界GDP增加14% 大概15.7兆美金 超過中國跟印度增加的總額 換句話說 過去我們講 中國跟印度是世界的引擎 世界經濟推動引擎 對不對 抱歉 2030年 世界經濟推動引擎 叫做AI 這會更貧富不均的啊 那你要跟上啊 你上車了 你就會賺到錢 你沒上車 你就會被落後吧 所以這是一個新時代來的 你不要講 你們連我都有點害怕 好 雷蒙多今天在眾議院裡面 居然說 如果中國清台 中國拿下台積電 那會有多大的影響 他說那絕對是一個毀滅性的結果 對 這就用字很嚴重嗎 沒錯 事實上 這個到底呢 台灣如果假設被中國拿走了 或是說台積電被中國掌握的時候 對美國的影響多大 事實上過去一段時間 美國都說 影響很大 影響很大 但是雷蒙多今天用了一個字 叫 Divestating 這是什麼意思呢 毀滅性 毀滅性是什麼 是幾乎完全摧毀的感覺 完全摧毀 為什麼這樣說 我們給大家看 這叫做Divestating 這是什麼 加煞 加煞已經被炸到完全都沒有建築物了 這叫做Divestating 另外一個這是什麼 這是三一的海嘯的時候 引起對日本東北部的影響 這叫Divestating 所以台積電如果被美國拿下的話 被中國拿下 對美國的影響就是這樣 Divestating 那是毀滅性的結果 那為什麼他會這樣講 是他講的一點都沒錯 他說目前為止 美國92%的先進晶片 先進晶片是來自台灣的台積電 而且我講得更清楚一點 現在所有全世界 我說的是所有全世界 AI的晶片幾乎都是來自台灣 所以沒有台積電的時候 AI根本run不下去了 韓國做不出來 目前Intel他們自己做他們自己的 揮打AMD的晶片幾乎都是來自台灣 所以說現在 美國現在的談話 特別像雷蒙多的談話 甚至現在 川普之前的幕僚放出的消息是 他們已經越來越把台灣 跟美國綁在一起了 不是只有雷蒙多這樣說 現在連這個說 布林肯都這樣講 所以現在 保證我跟妳講 沒有辦法 美國他們發現到說 沒有錯 之前拜登不是簽了 這個所謂的補助法案嗎 補助最多 他補助給誰 補助給Intel 他一口氣就砸了80億美金 給你直接補貼 他後來又補助美光 美光也補助了60億 但是其實他們心裡很有底 沒有 這個都沒效啦 你知道最近一段時間 這個Intel還公佈他的營收說 我不好意思 我去年 我在晶圓代工賠了20幾億美金 我預計到2030年才能轉虧而已 他說的是2030年 保證 現在是2024年 還有6年 他能轉虧 你覺得他扶得起來嗎 美國知道扶不起來 你說Intel在這個所謂的 晶圓代工這一塊 已經完全沒了 完全沒戲唱 好那現在呢 那就只能夠依賴台灣 可是呢 保證 那現在他們也知道 美國廠當然沒有救 所以那為什麼 我跟你講 為什麼最近一段時間 你會看到說 好像我們台積電在 這個日本的廠越來越快 然後那德國好像又來了 那美國廠呢 好像就一直按照 在那邊run而已 為什麼 因為美國廠 他們自己都知道 我們蓋這個廠 又貴又慢 那蓋了這個樣子 而且又沒有工人 那你知道沒有工人 又貴又慢的話 那美國怎麼玩得起來 美國絕對是玩不起來 而且現在連美國的工程師都講 這種台積電等級的晶圓廠 不是美國的工人可以蓋出來的 對好 那我們就講嘛 事實上晶圓廠好不好蓋 很難蓋 大家不要以為說 我們台灣都這個一年半就蓋完了 到日本去也是那麼快蓋完了 那是因為什麼 那是因為有台積電 還有台積電工人 搭配當地的工人 才能完成的 但是呢 美國工人 第一個不好意思 他們從來沒有蓋過這種東西 那美國已經很久很久沒有先進晶圓廠的工人 那先進晶圓廠的工人要多麼麻煩嗎 保證它不是一般訓練 你記不記得一開始的時候 在我亞利桑那州去的時候 我們台積電不是說我們要找台灣的工人過去嗎 是要訓練當地的工人 因為當地的工人連做都不會做 為什麼連做都不會做 我跟你講 這個無城市裡面是無城對不對 無城我們就講 它無城市的要求 是比外科醫生要求 醫院的要求 還要更加精密的好幾百倍 那你知道美國可以蓋醫院 但是他蓋這個無城市 他不是醫院等級嗎 可是保證不好意思 他裡面很多細節都是完全都不一樣的做法 第一個 他們要專門施工的這個施工協議 你繼續要簽一個叫清潔施工協議 你要注意什麼 第一個 你搬進來的時候 所有的材料 從外面搬進來 你要先把這個材料清潔一遍 務必不要讓它染上任何的灰塵 你要清潔一遍 所以我今天要求一個無城市 裡面剛剛講 你只有十個那個所謂的八對 也就是說只有十個十粒灰塵 今天如果你是手術室 你可以容忍十萬個灰塵 我今天等於說是 今天台積電的無城市 是要比整個手術室乾淨一萬倍 這個一萬倍不是說 我進去以後才開始輕輕掃掃 稀塵不是 是我把所有東西弄進去之前 我就要把它弄進去 是不可以帶一粒的灰塵 進到這個施工場所 對沒錯 進去裡面來說好 你開始的時候 你要把灰塵都全部清潔掉 清潔掉什麼意思呢 然後緊接著 你在這個焊接 焊接總會有那種火光啊 什麼煙啊 不好意思 你焊接火光煙的時候 你要旁邊一個機器 要把那些煙全部都吸光光 馬上收到 要把它吸光光 把煙都要吸走 因為那些會沉下來 如果你當著 就算了 那些是灰塵 所以我一邊焊接一邊 有一個吸塵器在旁邊 要把它吸光 要把它吸乾乾 然後把這個外面 如果有這種所謂的夾縫小細數 你都把它吸了 吸得非常乾淨 另外一個他們在走 這麼糟糕 對 那切割也是一樣 切割的時候 你在我們一般 我們家裡面 難免會有這種斜切面對不對 那種斜切面切割出來的時候 不好意思 你要把它切 完全都把它磨平之後 然後還要塗層一層 還養素質 為什麼 因為你要確保 那個塗層 那個轉接處 你怎麼知道 會不會什麼灰塵掉出來 不知道 所以我們就把它封死 所以我在外面焊接 我在那邊切開之後 我外面還要塗還養素質 對 這些你都要做到 美國工人哪管你那麼多 我就盡量做就做 所以你知道 我就說這個是很難 而且完成之後 你知道他們要 在無塵寺裡面 如果你要蓋工程的話 他大概約末是多少 約末是一個小時之內 他又一直不斷的換氣 所以這裡面要維持一個 所謂的這個換氣的過程 後來他封城是無塵寺之後 才能夠是 真的完全無塵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一般辦公室 五到十次 十次的換氣 已經一小時不得了了 在整個台積電 要將近五百次 這在施工的過程裡面 需要做到這個樣子 再來就是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進去過 這個所謂無塵寺 或是晶圓廠裡面 你如果進去晶圓廠 你會發現到一個什麼 而且它裡面那個磁磚 一塊一塊這個東西啊 這個它底下是這樣 它沒有一塊是 你能踏得很穩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事實上 每一塊都是獨立的 為什麼 因為它希望說 第一個 因為它這裡面有非常多的機台 如果我是一個平板 一個作為地板的話 如果跟這個機台連在一起 我踏的時候 寶傑會影響到那個機台 所以它要確保 我踏的過程裡面 每一個都是獨立的腳步 就是我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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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會影響到那個機台 那個機台是由它自己獨立的 這個狀況 所以 那它下面呢 寶傑 那這個 每一個這個 每一個這個 地磚的下面呢 它其實都有避震器 所以為什麼要避震器 每一個都有避震器 對 為什麼要避震器 它要避免說 你的走動影響到 這整個機台的這個狀況 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我們在走動的時候 其實會不會影響到 譬如說我這一台 我們在走動會不會影響 其實會影響 只是我們感覺不出來 所以 就像我跟士充現在這個距離 我們底下有很多磚 就每一個磚底下都有一個避震 我如果這樣走路 我會覺得我這樣沒事 可是我這樣走路 其實是 會影響到你的 很纖維 但是很纖維 很纖維的感覺 我們感覺不出來 但是不好意思 零點幾微米 它就會有感覺 那種 所以你去走到這個 晶圓廠裡面的地下 這個地之後 它其實都是一片一片 你這樣走的時候 你會聲音很大 但是它就是要確保說 這樣是可以最大規模的 不會影響到 任何的所謂的這個 這個機台 然後它也要的 它要任何的震動 都不能夠發生 另外一個 人家在裡面來說 地板的任何的這個牆 它們都要防靜電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人體進去 有時候會有靜電 靜電也會導致 這裡面的機台 都是非常娇貴 你用靜電進去的話 搞不好會讓整個機台 完全都會受到 所以我的地板 我的牆壁 都要貼上這個靜電的材料 對 而且你知道 事實上每一台機台下面都要阻尼器 在這個地方 防範任何可能地震的這個狀況 另外當然有不斷電系統 這些都沒有問題的 另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就是說 裡面很多電源 它們會互相干擾 所以那很多 譬如說我這一台機台的電源 我會把它特殊做一個 所謂的這個阻絕器 那它不會有任何電源的 這個外洩的 或者說那種電磁波 我們都感覺不到 很小的電磁波 它都會影響 所以在這裡面來說的話 都要做得非常非常的精密 跟非常的仔細 這個絕對不是你看美國工人根本沒做過 你覺得他會怎麼做 亂做通嗎 我連想像都很難想像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台灣能夠做到 因為台灣的機台已經 台灣廠門已經蓋太多 所以台灣的工人一定要 為什麼台積電說一定要台灣的工人 因為台灣工人才能夠做 你如果沒有做的話 你要手把手的交他 這就是為什麼一開始 亞利桑那州廠會那麼慢的一個主要原因 而且我們在看到很多 晶圓廠的這個畫面 你看到上面 地板上有很多的機台 他說那個地底下那些管線才恐怖 而且一根管線一差拉多少 拉三公尺 而且三公尺 你不可以有一點點的誤差 好 保健 我們讓他實際上 這個以晶圓廠來說 它裡面我昨天就說 它裡面的管線 我昨天講一個兩萬公里 大家想說真來假 真的 它裡面的總公里數 就是兩萬公里的管線 兩萬公里的管線裡面來說的話 它有主要兩種管線 一種是什麼 氣體的管線 那氣體的管線來說的話 它裡面 保健 那在工廠裡面 它有直徑有三公尺左右 直徑 直徑的那麼大的管線 而且有時候要很直的時候 它要非常非常直 那比我們污水下水道的直徑還大 沒錯 那裡面來說 它那個管都是要特殊設計的 然後裡面 因為裡面有非常多 氮氣 氧氣 氦氣 氫氣 這個很容易爆炸 所以這個管線的強度 都非常非常的強韌 另外還有很多化學材料 所以這裡面 保健 你要說它是殺人的地方也是可以 它如果真的完全 不小心著火引爆 這個都是很危險的 那台灣都已經把它做得非常熟練 另外一個 我們很熟知的這個機子外光機 機子外光機表面上看到是這樣 但其實它下面有一個非常大的 叫什麼 這個電視 它就要 有沒有 機子外光的原理是 我要抓出一道機子外光 然後在這個機台裡面 這樣反覆反覆反覆之後呢 然後最後抓出一個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機子外光 它最後會抓到一個機子外光 大概約莫是波長13微米的 我就可以刻在這個線路上面 形成最後的刻 可是問題是 機子外光你要把它抓到這裡面來 保健 你知道下面要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 發電設備在這邊 為什麼要發電 我們不是講說 一台機子外光發很多電嗎 它就是要在下面發很多電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一般天然界 沒有機子外光這個東西 我們要套什麼 不斷的反射反射 你要用很 有沒有 紫外線 為什麼有紫外線 是因為太陽有非常強大的這個功耗 它會產生紫外線 機子外光也是一樣 你要用非常大的功耗 才能夠產生這樣的電 所以這個機子外光下面 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 發電 這個所謂發電 跟抓這個光源的一個機台 這樣的話抓到最後 到上面來之後 才能夠順利的 抓出那個機子外光 然後血刻在這個光照上面的一個狀況 難怪他講說 在這邊不但是有很多的拐線 在這邊還有數千個真空的bomb 對 為什麼 因為它要噴出這個所謂液體之後 它是氣體之後 才能夠抓出 所以這個其實難度 都比大家想像 都不是說 大家想這個台灣好像 這個大家都可以做 其實不是這樣 這裡面的工程的難度 跟裡面的原理 其實都是相當相當的複雜 所以說美國也試過了 美國也想說 我拿英特爾來取代你 或者我拿三星來取代你 或者是你直接到美國來設廠 可是我已經窮盡一切 我都沒有辦法 台積電只有在台灣 它才是台積電 所以就看到 現在雷蒙多一開始講說 我們的技術當然贏中國 我們包括台灣 今天更講了 如果今天 真的讓它入侵台灣 真的拿下台積電 那個對我們來講 那是一個毀滅性的災難 對 沒錯 好 那事實上 對台積電來講的話 他們當然現在大家重視的是 明年的2奈米 還有之後的這個 埃米時代 那事實上 台積電已經講了 我現在的 它前一陣子已經發表 這個A16 就是埃米時代的 這個1.6奈米的這個技術 保險上 那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英特爾都一直說 我要超車 可是它之後用這個A16之後 它已經說了 這個目前為止 英特爾跟三星都沒得拚 為什麼 因為它目前為止已經展 它已經跟你講 它的技術在做什麼了 因為它譬如說 在這個16奈米的時候 它做一個叫做 金貝供電的這個技術 這大家可能會覺得很難對不對 但是簡單來說 就是我原本的這個供電 跟線路是設計在同一邊 它未來把這個供電 弄在晶片的另外一邊 這個看似很簡單 其實難度非常大 這個目前為止 台積電的進度是領先的 只有台積電會 對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因為你最近看到一個 就是他們都在買這個 High NA的EUV 就是英特爾跟三星都在買 那什麼叫High NAEUV 就是現階段的EUV的下一個世代 就是For IME 跟這個所謂更先進的製程做的 但是台積電沒有買 那為什麼台積電沒有買 因為台積電認為說 這個好像用的話 我們不知道 莫迪達的良率會怎麼樣 所以台積電沒有用 那台積電在之前 也都沒有用最新的 它都是用相對沒有那麼新的 然後大家可以做到這個技術 因為它需要成熟穩定 跟好的這個價格的產品 所以不是光機具有用就好 跟中間的環節技術 你要會做啊 我這個雕刻刀 大家都是同意把雕刻刀 為什麼你雕出來是一個龍 我雕出來就變成一隻狗 那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跟你講 這其實技術含量都非常非常高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說 雷蒙多 他們美國也是試過非常多 其實之前的張宗某董事長 就已經跟這個 他們的這個之前的 這個裴洛西講了 你不要太naive對不對 他就這樣講 naive也是很重的字 他說你不要想說 你把台積電弄到美國 你也太天真了 那今天來說 雷蒙多又說divastating 所以就告訴你嘛 這些字影都告訴你 美國真的非常重視台積電 特別是因為他的技術 實在是目前為止 沒人能抵 好所以董事長 今天雷蒙多在眾議院裡面 剛剛講 導播在看那個畫面 就是眾議員直接說 你能不能簡單的描述說 如果中共犯台 如果今天他拿下了台積電 這對美國來講有多嚴重 他這說這絕對是毀滅性的 他越講越白 這個雷蒙多已經有很多次表示 他對台積電的憂慮了 那他現在講很清楚 他92個百分點的這個 先進半導體 台積電製造 那問題是這個能不能離開台灣呢 這沒辦法離開台灣啊 因為先進半導體 一定要在台灣製造 只能在台灣嗎 理由很簡單 因為這台積電的生產 或是我們台灣在做IC製造 它有個特色 什麼特色呢 就他必須要一邊在做銷售 生產製造 同時要高度的大量的投入 他的RMD 就在研發的 非常大量研發費用 而這個研發費用 現在大者恆大 大小之間差距 因為你越不賺錢 像中國的中心 你越不賺錢 你的研發費用就不敢提出來 越少 那你這個差 這個貸差就一直在拉開了 因為你要知道 譬如說我做一個A的半導體 對不對 我有錢的人的話 我可能要有三個團隊去做 就花三倍的錢做一個東西 那總有一個會成功嘛 我會猜 但是如果你沒有錢 你怎麼做呢 你就拿 原來我有台積電的三分之一的錢 去發展A這個半導體 失敗怎麼辦 沒了 沒了還沒關係 台積電成功了 你沒有了 一差差一年差兩年嘛 就馬上就代差出來 所以這個差距一直在拉開拉開 那現在第二個全世界最流行的是什麼 現在AI嘛 所以它全部就是 世衆剛講很好啊 這個全部都是所謂的 先進半導體 所以即使這個東西 達到美國去生產的話 你沒有辦法像台積電這種文化嘛 要那麼多的團隊來做同一件事情 對 要不同的團隊做同一件事情 然後又要忍受他失敗喔 這個老闆要知道說 我這個投資下去 這個錢可能打水漂啊 那這個什麼樣的老闆會接受這種事情 只有台積電這種文化的老闆才能接受嘛 否則的話 我們都要算資本的這個報酬率嘛 台積電這個不是這樣算的 R&D不一定的嘛 你R&D可能就失敗 失敗 一定會失敗 他的風險是在 失敗的風險是被他考量在成本的環節的一部分 所以他的投資其實很大很大很大 所以一般沒有做過這種做傳產的人 他不習慣這個文化或是說有所謂的政府去做的話 他不習慣 所以這是一個文化性的問題 而這文化性在台積電在台灣創造很特殊的一個環境 而投資者也接受這個文化 那美國沒有這種東西啊 而且更可怕的是今天不是台積電 是你台積電你的周邊廠商什麼洗抹布的啦 今天弄光照的啦 今天提供雙氧水的啦 剛剛講的 你這個雙氧水或者你今天那個氣體的濃度 要到達什麼程度 我看了以後這個數字把我嚇死了 這個純度要到 百分之九十九點 九九九九九九九 那後面根本就測不出來 你怎麼去測那個六個九七個九八個九 不是台積電 你是周邊廠商這麼純度這麼高 那我反過來問你 什麼樣的儀器可以去檢測這麼多的酒出來 所以根本就是已經 存到沒有辦法測試 它裡面的主要的所謂的公共設施裡面 提供的就是所謂的水啊 氣啊對不對 然後不同的化工化學品啊 那這些東西都有非常高程度的要求啦 因為我曾經有跟過一些廠商 就討論過這些事情 所以要這個東西來講的話已經變成 所以我就我剛剛講的 這RD當你在發展一個新的半導體的時候 你的下游廠商同步跟你動了嘛 所以它整個是一起在一起往前進 而且它那個整個生產的製程 又極為複雜 我不知道好像是前面講的好像上千道程序 那這個又怎麼去 所以很難像中共一直想辦法 從台灣挖幾個工程師過去 能夠copy我們的流程 通通做不到 美國也做不到 通通當然做不到 所以它這個是目前的狀況 所以一定停留在台灣 這是一個狀況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也是雷蒙多最頭痛的問題 他也最不願意見到的東西 這個東西它一直想辦法搬離開台灣 美國一直想辦法把台積電 整個技術全部移到美國去 然後這個時候美國可以控制住 整個情況 現在它發覺碰到非常多的困難 因為那個困難我剛剛講的 是有文化性的問題 而且因為台積電太尖端了以後 變成什麼現象你知道吧 第三個問題 全世界只要做這個行業的人 不管是哪一種人 白的黑的黃的紅的 都要來這裡 接到台灣來 難怪這兩天東大有個教授講 你如果真的要學會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晶圓製造 你在熊本只能做最低跌的 你要去台灣 要到台灣 所以以前我們講 以前台灣人最厲害要去東大 現在東大的教授說 你要去台灣 這不是東大 包括德國漢堡大學 德國一流慕尼黑學院 要幹這個行當的 很抱歉到台灣去做 因為只有台灣才有先進的設備的 先進的技術在這邊發展 所以到其他國家去的時候 看不到 有無用武之地 而且不會成長 所以到你連在博士 連在碩士 最後到台灣來 所以變成一個很特殊的一個 一個社群形成 你剛剛講上中下游的社群 人才的社群 資源社群 那這個東西怎麼改變 這個沒有個十年 二十年不可能改變 而且目前來講 當然有一種狀況 這第四點 目前發展的這個半導體 已經到它的物理的極限 到了物理極限之後 會有一個新的科學 突破的可能性 一直在談 一直在談 我聽這個聽二十年了 聽到現在還在談這個物理極限要突破的問題 但現在搞了半天 又變成新的包裝 變成封測是新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所以這些東西都在台灣發生 那現在聯盟多現在問題來了 這個參議員 眾議員問的一個很奇怪的問題 你注意一下 佔領的台積電你怎麼辦 對 重點是你 奪走台積電 對 那什麼 這個有沒有可能 有嗎 這個基礎上比較容易達成啊 因為他打台灣 摧毀台灣很容易啊 如果他真的是天將 身上的閃兵下來開始斬首行動 把台積電 他打台灣他一定是先 他要統一你台灣 因為你有錢 你有技術 你有人才嘛 如果大家一平如洗 你送給北京 北京習近平也不要啊 他打仗軍事作戰的 所有的侵略的目的 他要台積電 也是為了利益嘛 無利可圖的事業 沒有人幹 不管政治 外交 經濟 商業 都是一樣 都是利益導向 所以台積電是利益嘛 那台積電這個利益 控制了台積電 就控制了全世界經濟 的重要的發展一環 那這種情況之下 他要不要 中共一定要想辦法搞你嘛 所以因為有台積電 他講這個優勢的情況之下 目前聯盟多講說 他現在有優勢 他講的方法有什麼方法 那我們去阻擋他取得 阻擋沒有用啊 他要拿台積電 跟你阻擋什麼關係 他現在用行政的手段 阻擋中共來取得 在全世界 取得先進半導體 可是這個跟 他的問題有沒有關係 毫無關係 他問題是跟你講說 他要把你 台灣打下來嘛 所以聯盟多沒有回答 這個眾議員的問題 這個是真正的中共未來 在發展軍事武力的時候 他考慮一個非常重要因素 就是把台灣拿下來的結果 他拿到了台灣全世界 最先進的半導體技術 他可以因此 對他的國力 有快速成長的可能性 一個巨大的利益 引誘了解放軍 走向一個死亡之途 全球的媒體最災物是兩岸 現在兵凶戰危 兩岸在這個地緣政治裡面 台積電如何自處 所以外媒就問到說 現在兩岸關係 在台灣新總統上任以後 他就更緊張了 中國進行頻率 更高的威嚇行動 而且它的層次 一直在往上升 那台積電怎麼應對 客戶對地緣政治的要求 我們看到位置 大家講說 而我們的客戶 的確提到 請台積電把他們的產線 移到亞利桑那 或其他地方 我們也有過這樣的討論 但台積電得到的結論 是什麼呢 這絕對不可能 因為台灣的產能 已經佔台積電的 80%到90% 我不可能把產能移開 而且最近 劉德英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也特別提到 2018年的時候 這個人 這個人叫Thomas Wright 他現在是 拜登國家安全團隊的議員 原來在2018年的時候 他就跑來建台積電 跑來建劉德英 他講說 我們希望你把某些的產能 移到了美國 你們讓你們的產能 在美國有存在感 也因為美國這樣的威脅利用 現在台積電不得不去 美國亞利桑那設產 但現在經過這麼多努力之後 才發現原來台積電離開台灣以後 他真的就不可能變成台積電了嗎 而且事實上 剛剛講 今天 魏澤佳講得更清楚喔 他說我們繼續 要投資台灣 那我們未來 如果有所謂的優先稅率的話 我們的第一優先是台灣 第二優先是台灣 第三優先是台灣 台灣全世界都認為你兵兇站迴 你有地緣政治風險 可是 現在台積電擺明的就是 我要投資台灣 報警 事實上 這個魏澤佳接班之後呢 事實上全球的媒體都在問你 第一個問題就是 地緣政治你怎麼因應 那於是呢 人家就說 這個地緣政治台灣 台積電怎麼要因應客戶呢 然後結果魏澤佳說的確 他說客戶有要求 那客戶也的確面臨到非常大壓力 但是 他們說 討論過的時候 結論是 但是這是不可能的 台積電不可能移出台灣 他說台積電已經 台灣已經占 台積電大概有80到90%的產能 不可能移出台灣 而且他說 未來的最新技術 優先選擇是 台灣優先 然後台灣優先 第二優先 台灣 台灣 都是台灣 全部都是台灣 所以 你不是說我現在 現在的產能留在台灣 未來最先進的科技 未來的研發 也都在台灣 對 所以等於是 間接把這幾年 美國一直在說 把台積電搬到美國去 美國花了那麼大努力之後 現在終於證明是誰 空一場 不可能把台積電移走 所以現在 現在美國對台灣的態度 為什麼會轉變 事實上 從台積電的說法 就知道 移走產能 是不可能的事 那你美國怎麼辦 美國只能夠 如同Morris 跟這個裴洛西說的 你要投資 台灣的安全 現在他們就正是 要認清事實 他們現在就真的來投資 台灣的安全 告訴你 就是這件事情了 好 而且我跟他講 今天 為責家講 原來台積電在全球 有七萬九千多人 其中 台灣有七萬人 對 所以你知道 事實上現在台灣 變成是他一個 非常重要的基地 好 那麼事實上 最近就有非常多故事 劉德英就手勢 披露出來說 事實上 保證 這個所謂地緣政治的風險 來說 歐巴馬時代2015年的時候 因為他們那時候 不是要重返亞太的時候嗎 其實當時歐巴馬 或是美國政府 就已經開始在注意台積電了 只是當時 因為中美還沒有貿易戰 所以沒有這個問題 但一直到了2018年左右的時候 約莫是2018年年底左右的時間點 這個人 Thomas Wright 他來到台積電 拜訪了這個劉德英 那為什麼這個人會來呢 是普瑞澤介紹的 那這個人是誰呢 他當時是布魯金斯的這個 非常資深的這個學者 他寫給我一本書叫做 沒有戰爭之外的所有手段 所以也就是說 他們其實已經在研究 我要在實際戰爭之外的所有的手段 怎麼來控制這個國家 所以他就這樣子 他來拜訪這個所謂劉德英 那跟劉德英說 你這樣子 因為你是兵凶戰危 如果你要有更有這個 所謂的 讓美國政府看到的時候 你最好到美國去設廠 有你的所謂的存在感 在這個地方 你說讓台積電在美國有存在感 對 那也就是或許也是因為這樣的關係來說的話 這個後來台積電 他會去美國設廠 那的確 因為去美國設廠之後 他的存在感就變得非常非常高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就對比的出來了 美國這個廠根本是不太蓋得起來 台灣的台積電是真的變成是 全世界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了 所以剛剛魯哲家講說 要把台積電的產能移出去 他們有所謂的討論 但討論的結果 他不可能 對 但是世界之大 難道只有台灣可以有台積電嗎 保潔我必須說真的是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這個之前我們知道台灣不是地震 我們不是說過嗎 南科地震的時候 他們可以從竹科 從這個中科 調非常多的工程師 南下之後 馬上解決這個問題 請問全世界有哪個地方能夠做到這樣 沒有嗎 沒有辦法能夠做到這樣聚落這麼的近 另外一個台積電 我們就講 事實上這個輝打不是有非常多供應鏈嗎 台積電也有非常多供應鏈 而且這供應鏈都是他手把手把你交起來的 而且手把手交起來之後 他跟台積電完全的綁在一起 而且他的技術是不可能流到外面去的 這些東西來說都是台積電所獨有 你根本沒有任何另外一家公司可以做這樣的東西 所以說你光是把台積電給逼走 剛剛講台積電在台灣有七萬九千人 全球有七萬九千人 在台灣有七萬人 你說你就得把這個七萬人搬走都沒有用 因為我有很多周邊廠商 甚至連幫你洗抹布的 幫你清除無水的 幫你弄光照的 缺一不可 對沒錯 事實上這個台積電的楊光磊就接受訪問 他說半導體有1500個生產步驟 那每一個都需要大量的人工智慧 人類的智慧 要經驗還有知識才能把事情做對 台積電就是把每一個製程 他都用他的最能夠改善的最好的方式 改善了之後 才成就今天的台積電 1500個生產步驟 我們其實在節目上講過非常多次就是加燈 加燈做的就是這個東西 叫做EUV的光照盒 一般的光照盒是這樣的光照盒 然後這個EUV的光照盒是這樣子的光照盒 這個難度就不一樣 那你想到這個不就是一般放光照的儲存盒嗎 有什麼不一樣的 因為EUV的它要求的精度越高 所以那個光照盒裡面來說 當然你一把這個光照放進去之後 你馬上就要透過這個光照盒 把它裡面的濕度弄到零 弄到零之後呢 你還要這個光照盒裡面 還要注入特別的氣體 讓它能夠保存 否則它很容易會脆化 或是它因為它經過磕死之後 它就會不見 所以這個光照盒 比大家想像中都還要難做 那因為這個所謂 所以我以為只是一個罩子放下去 它如果罩子放下去 我旁邊隨時要有一個充氣的機構 然後這個盒子裡面 配備這個所謂的充氣的盤面 然後它的24小時可以全程保鮮 對 讓它 因為EUV剛曝光過之後 你要把它保鮮得非常好 否則後來那個訊號消失了之後 那個訊號是幾奈米的 這個訊號我們根本看不 一般人我們根本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但是你要讓它保鮮得非常清楚 因為你只要思路一改變 那個訊號不見的時候 你整個完全完掉 所以它就必須要有非常高的門檻 這個門檻比大家想像中更高 那為什麼後來是加登要做 因為台積電做到後面的時候 保姊EUV的技術 現在只有台積電能做 所以它要找國際大廠 國際大廠沒有人能做 沒有人能做什麼 EUV的相關周邊設施沒有人會 沒有做 台積電就知道 好 我這個找加登 找個加登來合作 加登有這個技術 互相把你手把手 甚至加登一度財務危機的時候 還是台積電出手去幫他 救他的財務危機 好 那我們就講這個技術綁到什麼程度 加登自己一定會做這個光照盒對不對 但是我要做光照盒的技術 我還有一個加鎖 也就是說這個加鎖 還做光照盒的這個機台 所以等於是這個完全被它綁住 就是說你要做這個光照盒來說 你要機台我有加鎖 然後你要做這個光照盒 我有加登 然後我再跟台積電連在一起 所以你不是只有把台積電拔走 你還要連帶把這些都拔走 所以你說加登沒過去 加鎖沒過去 你也做不出來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 這個台積電到北美去的時候 加登就要過去 它到日本的時候加登就要過去 這種不是你任何短時間 能夠改變的一個狀況 所以它的這個所謂的生態系 是這麼複雜 對 沒錯 好 那另外一個 我們要講另外一家公司 叫這個洪碩 洪碩它主要做 COAS的這個製程的公司 好 那現在這個也是一模一樣 COAS他們就這個洪碩的這個執行長 史本利說什麼 他說我們第一台這個COAS的技術 他說根本就是藝術品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連規格連客戶都不清楚 他說連台積電都自己不知道 台積電不知道 那種的 因為他們只有一個藍圖出來 但是你要把它做成是真正的這個 這個機台的時候 你這個很多know how 他就說沒有 他只跟我說 他們的客戶是什麼樣子 然後怎麼樣 那我們只能憑空想像 憑空想像就好了 那你既然是這樣子 你有這個需求 那你要思考說 欸化學品要怎麼處理 然後你這個程式 我要什麼有什麼成分 我要用什麼樣的機台環境 浸泡式還是這個噴灑式 他說我們根本就沒辦法 但是他就透過這樣的方式 一直跟台積電互相的合作 互相的合作 他又說客戶提出一項功能模組的修改 我們內部評估喔 就說要三個禮拜 但是客戶說三天 台積電說三天 他沒有說誰 但是就是台積電 好 面對幾乎不可能的挑戰 他們就立刻動員所有的研發團隊 用一天三班 每班八小時的時間接力的開發 最後四天完成開發 那時候客戶終於露出笑容 感謝我們 保證那這個 這個全世界大概只有台灣 欸這太漫天喊架了吧 我說我研究要三週 結果他說我只跟你三天 那我二十四小時不眠不休的 搞出來花了四天 是 你才滿意 對 那你看 我們跟客戶在這個製程的開發中間 一起成長 客戶加速發展先進碰撞的過程中 一路走來 紅塑也肩負協助客戶研發的任務 所以這些公司 保證你知道 自然為什麼台積電這麼強大 在IC製造本身裡面來說 台積電已經是非常強大 但是你要有一些設備 中端設備 他們同時也在幫你研發更好的設備 更精準的設備 這個是沒有人能夠做 沒有人能夠做了 我空話時的東西來說 國氣大廠根本沒有什麼 你說只有台灣的工廠 台灣的工人 台灣的工程師才願意這樣子 你跟我說我一個天方夜談 天馬行後 我要把你落實 落實的時候 你還只跟我三天的時間 對 好 那你知道為什麼紅塑能夠做到呢 因為第一個 因為他綁了非常多東西 他第一個 他投資什麼 他有投資一家氣體公司 因為氣體公司來說 這家氣體公司來說天紅 他就知道說 你這個氣體會怎麼弄怎麼弄 他都完全知道 所以他有氣體的公司 另外他有個通路公司 通路公司他會量測的技術 另外他還有非常多的 所謂的 非常多的公司 才能夠達成 紅塑自己本身的競爭力 也就是你要把紅塑帶走 你要把這些公司 全部都帶走的狀況 所以我才跟你說 這些都是 都是牢牢的綁在一起 甚至客戶還要說什麼 客戶還說 你這個機台要有所謂的 這個強化防禦機制 就是說你自己的機台 出問題的時候 你要自己警告說 你自己會出問題 所以他有防震的機制 防震還要預警 對 所以你要自己提醒 使用者說 我們機台可能會出問題 所以這有非常多的 know how在這裡面 那你知道為什麼 他們願意做 抱歉 為什麼他們願意做 因為台積電 他們都知道 我只要打入台積電的供應鏈之後 我就完全會翻天 你知道過去一段時間 這個紅塑的股價 都是只有200多 以前都是200多塊而已 但是因為他現在已經 踏入了台積電的COVA 現在多少 他現在已經快要到1200塊 1200塊 所以以前他EPS 了不起一年大概就是10塊15塊 他現在EPS一年可以到達30塊以上 這就是為什麼台灣那些工業 會願意幫台積電做 因為做下去就完全不一樣 像加登 加登以前是快要破產了 加登現在股價380幾塊 所以就是為什麼台灣的工業 願意去跟他合作 就是你一旦跟台積電跟他賭上了 我所有的性命跟他拼了之後 我賭隊的時候 整個公司會完全大爆發 而且另外就是我沒有想到起重機也扮演這麼重要的角色 當然 之前晴空會發生大火 我們的消防局根本 新竹消防局根本沒有這麼高的運輯汽車 對 幹嘛 直接新竹就來了全台灣或是全世界最大的吊車 對 然後他們講這個吊車很多是專門給台積電的 對 如果台積電沒有這些吊車 他很多的工程也不能進行的 對好 為什麼要有這個吊車 保健 那事實上你有沒有去看過這個半導體廠 半導體廠他後來蓋成這個無城市之後 你看 這個樓高有時候都是四五十公尺以上 那我要把機器吊進去 那怎麼吊 所以你要用一般根本吊不起來 所以然後他偏偏台積電這些機台 很多設備是非常精密的 所以他就要用所謂特殊型的這個吊車 像台灣就有一家公司就是啟德 啟德他就是專門做這些吊車 還有很多拖車 這種拖車來說在台灣基本上是很少人用的 為什麼 因為那個拖車 譬如說這個儲存槽 這個儲存槽來說的話 這個長三十三公尺 而且這個車子長四十五公尺 他說每一次他們要拖這個車子之後 周邊要二十個工程圈圈 然後就這樣 他們每一次走都是非常非常慢 所以好像以這個蜈蚣行走的路線這樣走 那你要為什麼他們能夠信任啟德 因為只有 啟德資本只有一億 但是他為了要台積電這些工程 他就投資了非常多 買這些設備其實都蠻貴的 這些所謂吊車 這種所謂特殊的這個車 其實都蠻貴的 然後他現在不是只有 這個半導體 包括風力發電 還有台灣的石化鏈油廠 什麼都可以用 所以等於是說 他知道這個是一個特殊的利機 因為有這些特殊的利機 才能夠在台灣發光發熱的一個狀況 而且他講到台灣的政府對這個是完全的支持 今天啟德的老闆來講 他們現在這種特殊的運輸車 照理講你很多的路線 你的重量上限46公噸 他說對他們來講沒有上限 對也就是說如果你只是要for這個半導體 半導體產業來說是在這個上限之外 所以都完全可以這個所謂的這個排除 那你知道事實上他做到什麼程度呢 做到連台積電要去這個 這個台積電去中國的時候 還有這個這個所謂張魯金 他們中國在那邊設廠的時候 他還特別說你起得你要買啊 對不對就這樣 所以他事實上這就是告訴你 台灣的供應鏈有非常多 就是剛才不是講嗎 1500道工序 還有把我周邊設備運進來 這個每一個都是一個藝術品 每一個都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 你要玩做到最好之後 才能把這個良率做到最棒的一個程度 而且你說台灣剛剛講 我們雖然都是中小企業 可是這些老闆的氣魄是非常大 但是雖然這個起得老闆有很多的 這個有很多的事情 我不知道 那大家講 他說全世界你剛剛講 德國是起重機最好的吊車 他說最新的吊車 都是誰買的 最新最好最大的吊車 起得都是第一個 為什麼 因為他有非常重要的客戶嘛 台積電嘛 保健罩事實上出這樣一趟任務 你知道要花多少錢嗎 這個一趟任務來說的話 至少就是千萬起跳 你知道我剛剛在運送那個槽 那個 要千萬起跳 你如果把它完全把它運完之後 氮氣儲存槽 對 運完 然後把這個整個氮氣儲存槽 一個廠運完之後 至少要千萬以上起跳 更何況 如果你運那個所謂 這個愛斯莫那個機制 那個都不是開玩笑 所以你知道 事實上每一個步驟 都有非常多的這個know how 那台灣因為走了 已經我們已經經營了三四十年 每一個廠商都在竭盡所能的 幫台積電再做到最好 才會成就今天的台積電供應鏈 當大家都關心到說 台灣兵凶站為 台灣在整個地緣政治風暴的中心點的時候 當然也關心台積電 可是你特別注意到台積電 魏哲嘉今天講這句話 你說這才是關鍵 這個關鍵才是為什麼 今天AMD 今天NVD 很多的公司願意趕到台灣投資 他說魏哲嘉認為 雙方的領導人就是兩岸的領導人 還有世界的領導人 當然就是美國 他們都是聰明才智之士 不會讓戰爭發生 所以他這個是一個科學家 敢 果敢的來談 做出這種的這個評判 這相當的 相當的有 相當的有這個 有他的這個底氣 跟基礎嘛 考驗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台積電到底是台灣公司 還是外國公司 他的股東大部分是外國人了 大部分是外國人嘛 所以世界的股投資就在這裡嘛 如果一旦發生戰爭的話 吃虧最大的是誰啊 是那些老外投資基金最大 所以美國人的利益在台灣嘛 美國人只為一個東西打仗 利益 美國有利益他去哪裡幫他打仗 所以他的利益在台灣 他利益在台灣嘛 所以我看到這個講法 我想通了 這是美國人的錢放台灣 而且越放越多你們發現 你看看昨天有誰 AMD也是美國公司 有50億來了 都來了 英特爾什麼都來了 他們都把錢放台灣了 那誰來保護啊 國軍保護他嗎 不可能嘛 當然是美軍保護他 所以美軍來了 美軍一定來 因為錢在這裡 他說了 不會讓戰爭發生 也就是說 美國人或世界的大筆資金 通通大量在投資台灣的時候 台灣會不會發生戰爭 不會嗎 不可能嘛 因為太多利益在這裡嘛 對不對 AI是從從從開始 這最近一年當中 兩家公司改變這個世界 一個就是NVIDIA的黃仁勳 另外一個是什麼 OpenAI 就Channel GPT 他發行的大型語言平台 LLM 當這LLM出現以後 哇不得了啦 整個AI的應用 變成大量的廣泛性的應用 讓黃仁勳決定要全部投入在台灣了嘛 因為這個東西台灣是什麼 是所有AI設備的製造基地 因為後續還有太多的一些相關的設備 要繼續生產製造 不是光是到SERVER做完就算了嘛 而且按照魏哲家的說法是你是移不開的 那魏哲家為什麼今天這個說法 而去年沒有這個說法呢 因為有AI的世紀的來臨 我們的護國神山的那個山的規模 是越來越大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而且改變了太多東西 而且這個改變 還在持續改變中 你看我一直擔心台灣的 你看劉安偉講的那句話都有道理 劉安偉講的話很簡單 劉安偉要發展三項 三項這個三個領域嘛 第一個就是製造的AI 第二個是什麼 EV的AI就是電動車的AI 然後第三個AI是說政府的AI 智慧程式 如果這三個都在鴻海之下完成的話 那會怎樣 鴻海的業額不是八到十幾兆啦 這太恐怖了 所以劉安偉講這個話 所以說台灣的產業會有一個翻天覆地的大變化 我想最簡單嘛 台灣是一個什麼樣見長的國家 台灣是一個以生產製造為優點的一個國家 台灣人做工廠一流的 是喔 全世界做工廠 我們剛開始學校畢業出來 都在工廠上班的啊 哪個不是啊 007拿來全世界賣 賣台灣 台灣洋傘以前全世界第一 你知道嗎 現在的大陸 所以製造本身就是台灣的最大優勢 這個是台灣的DOMENO 那製造業遍布各個不同的產業 鴻海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鴻海可以提供整個的服務給你啊 鴻海現在他搞了什麼東西 他把這些機械人全部都做好了 所以鴻海的製造的這個know how 是全球第一啊 鴻海如果沒有全球第一的製造業的know how的話 他憑什麼做到六兆六七兆的一業額啊 對 不是開玩笑 所以他對生產製造業這個這個整個大的系統 他具有全世界第一的優勢 他把這個東西AI化 對 然後賣幫助全世界各個國家 所以他有智慧製造的概念 這第一個他現在 因為就很簡單嘛 智慧製造裡面最重要的是機器人嘛 最重要的是數據嘛 他有機器人他有數據啊 然後第二個他他本來我們都看壞他這個時候 所謂的他電動車 電動車掛了嘛 全世界都掛了 因為被老共被中方的比亞迪啦 什麼什麼那些小 小鵬 未來 未來都跑了一頭一頭 把特斯拉搞了一頭一個頭兩個頭大 那你又發現特斯拉最近在幹什麼 在幹嘛 特斯拉最近在吉利的跟NVIDIA在發展什麼 發展智慧的 發展智慧 AI AI 往AI的方向發展 那我就在那可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市場 電單在哪裡呢 在油電共用的汽車輛 是全世界第一名對不對 為什麼特斯拉不改變他的策略 繼續生產他的電車 為什麼 然後再發展AI 因為他還是要把AI的科技的部分 用科技來取勝拿到世界第一嘛 這是特斯拉策略 那劉安偉看到也幹一樣的事啊 劉安偉幹一樣的事情 他也是要用他的AI優勢啊 對 用他的AI優勢來幫助全世界 因為他是做供應鏈嘛 如果他這個成功 如果特斯拉成功的話 劉安偉這個智慧EV就有機會成功嘛 對 那就會把現在低迷的這個電動車 會跟上那個時代來臨啊 那第三個更厲害的是什麼東西 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在哪裡 在哪裡 台灣嘛 他不可能到 報中共就給你搞智慧城市啊 他把台灣 台灣以後1999 打電話進去的服務 是AI幫你服務的嘛 台灣所有的公務員以後 不會這樣的服務方式嘛 不會說搞了一個什麼 又毒藥出來 然後找不到人嘛 沒有這回事的 又衝動AI化 如果這個domain know how 是政府已經存在 我們的政府呢 我講過我們的健保局 是世界一流的健保局 沒錯 我什麼資料都有 什麼資料都有啊 那些資料把它AI化而已啊 那管理方式整個發展出來 新的科技一大堆 那些科技可以賣錢的啊 可以 因為黃成新現在做 是全部都做一件事情 他把 他把他的這個 這個什麼blackware 這些所謂的半導體 把它做成什麼 做成平台嘛 他做了一大堆平台出來 所以為什麼他們要繼續 在做AI中心 就是要做更多的平台 做更多的平台 讓你競爭者跟我之間的差距 一直在拉大拉大 因為他最後 就一直做成一個大型的 一個AI的算力啊 包括數據各種方面的平台 然後變成一個整個package 整個整套的一個turnkey的服務 服務他的客戶 所以他們在準備 幹這個活 那這個活是我們沒有想到的事情 他這次演講跟這兩天的表現 都沒有出來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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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謝謝 請 謝謝